纽约之家 剥削司机服务弱势群体 TLC 大国年的发了个帖 他说 我们服务与残疾人 同样的距离 同样的价格 说的挺好的 好像他TLC做了件好事 做了什么好事呢 让残疾人 坐车跟普通人一样 同样是从北赛 去法拉盛 价格一样 是8块钱 普通人残疾人也是8块钱 那TLC他也不会印钱 这个残疾人呢 服务肯定是比较麻烦 那个轮椅车 你得给他 你得给他吊起来 用个架子给他挂起来 把他那个上面给固定住 然后还有一个生姜件 还要呢 把这个残疾人呢 用个电动的一个设备 把他这个轮椅车给他推上去 到时候再把他放下来 这个设备要钱 司机呢 要耽误时间 那TLC又不印钱 他又没有权利印美元 那这部分 那有受益的 他就受害的 受害的是谁啊 那是司机 因为本来呢 一辆车 一万美金 九千美金 我可以买辆车 我就可以拉人 也可以赚钱 也可以开Uber 那现在呢 换成个残疾车了 这个 我这个九千美金的就不行了 得买个大点的车 因为那个 那个那个我坐的车那么小 如果是 一拉残疾人的话 没法坐人了 所以他得买个大 大的车啊 得买个一万什么 九千美金的 呃 然后呢 还要改装 要改装成残疾人 可以坐的车 然后呢 有这些设备 那 这样呢 这个又又要多一笔钱 呃 我知道的 这个价格呢 大概最便宜的 有三万 三万五千块钱 我知道最便宜的 旧车 二手车啊 新的发四万 那我过去的时候呢 可以买个八千块的 啊 七千块的 甚至于说 啊 七千块的 就可以开 这个最便宜的三万五 要增加五倍 这个投入呢 是谁投入啊 是司机投入 而且呢 这个 他 上上下下的话 这个司机还要耽误 多一点时间啊 那个没有多赚到钱 那这样呢 他又会 吃亏 时间上支配 投入的资金上增加 然后挣的钱呢 没增加 因为他收的这个 残疾人的 这个费用是一样的吧 我坐车 从北赛去法拉盛是八块 那残疾人坐车 去法拉盛 也是八块 但是 收的钱一样多 又不断赚钱 又多投入时间 又多投入金钱 那当然受剥削 受害的人就是 是机 但是呢 呃 司机呢 还是自愿的被剥削 过去的时候呢 这一部分费用是谁出的 过去这一部分费用是政府出的 也就是说呢 你要是要一个残疾车 你把一个普通车改成残疾车 需要一万五千美金 政府给你一万五千美金 好像过去还要政府给的话 要高一点 一万八两万 补给你 然后呢让你去买改装这个车 那 然后你耽误时间久一点 因为这个残疾人上下车没那么方便嘛 还补助个几块钱啊 就几毛钱 八毛而一块 反正是 差不多啊 差不多够了个数 但现在 那没有了 这样就是政府的税收呢 减去了 司机呢 就要承担这部分费用 但司机呢 自愿的呢 被剥削 原因很简单 就是呢 过去我们已经有TC牌的车的人 就有了 他不能够呢 再挂新的了 你新的人再来 新移民从国外进来的 刚来的 刚考了TLC的 或者是美国人 哪怕是美国人 你过去没考过TLC的 你是纽约人 没考过TLC的 哎 现在你要跑了 你要挂牌了 那不给你挂了 你只能挂残疾车 否则 那你没 要否则你就租车开 那你是租车 还是你自己买一个残疾车 两者之间做选择的话呢 你算算可能是觉得 哎呀 租车我 我每个月的费用都给了那个 租车公司了 还不如我干脆就买一个贵点的车啊 哎 这样呢 这个司机呢 剥削呢 也是自愿啊 当然自愿呢 因为呢 这个行业呢 有比较稳定的利润啊 比一般的职业呢 还是要赚钱多一点 生活稳定一些 所以呢 司机呢 就自愿呢 接受这个剥削啊 这样呢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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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